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现在媒体都是多元发声多元管道 所以现在媒体都是很多角化经营 比如说我们过去广播电台 大家说电台我们就收音机听一听吗 你错了 现在电台也直播 而且也都经营一些电台以外的媒体管道平台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过喜马拉雅这个频道 有没有听过Podcast 它其实都是在手机上面 你只要去点进去 你就可以听到很多资讯跟内容 当然我们电台的节目有放在那边 比如说我们电台有create一个YouTube上的频道 叫丰富 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有关财经的影片 包括个人的礼拜一直播的听卵大哥的 刚刚那个阮老师有谈到就是说四五日 其实礼拜一的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就讲到四五日 要小心美股震荡 你可以看到今天美股就开始出现大震荡了 对不对 明天恐怕震荡也不会轻 所以四五日三个月才来一次 这种事情我们一定会在重要的时段 重要的频道上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 所以礼拜一 我们这个节目是礼拜一下午 大概我记得应该是四点十分左右播出 四点十二分左右的时候播出 是直播 大概我讲了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左右 有看到直播人 当然就知道说我讲了四五日的事情 没看到的也没关系 你上丰富这个频道 你到YouTube上点丰富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 因为我们影片会一直在放在上面 甚至你到喜马拉雅或是到Podcast 你也一样可以没有声音 没有画面 但是你可以听到声音 那很多人说 那我做菜要煮饭 我其实我也不能看 我要看炒菜锅的 我不能看荧幕 那我们就可以听喜马拉雅听Podcast 这个你错过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播出 没有关系 你在上面都可以找到同样的内容 这叫什么 这就是现在媒体多元管道 经营的策略跟方法 所以媒体日新业裕 大家都不断的在进步 我们当然也要进步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资讯 告诉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可以来参考 所以现在大家找资讯 讲实在来 现在资讯太多了 不是资讯的问题 是你怎么样去截取资讯 然后把它变成是知识 然后知识才有力量 是吧 好 我们今天要来谈美国联准会 最新的决议 因为他决定利率不变 这是必然的 所以他讲的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夸张 他说到2023年利率都会不变 都是维持零利率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赶紧来请教 富兰克林投顾的梁佩玲协理 佩玲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联准会很歌 到2023年都 这个是维持零利率 对的确其实这一次的一个利率会议的一个声明 其实延续了就是8月27号 在全球央行年会的时候 鲍尔主席就提出了联准会的一个新的政策框架 就是未来会以平均的一个通膨目标 作为它的一个政策框架 所以简单来说 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呢 其实也修改了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前瞻指引的部分 是提到说会维持低利率直到通膨会适度在2%以上一段时间 那套句现在说今晚想来点什么 这一次看了出来央行就想来点通膨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 以目前的一个利率点证图显示出来 就是2023年底之前 其实联准会是不会采取升息的一个动作 不过既然联准会这么的一个宽松 为什么昨天美国股市像科技股还是修正 然后今天亚洲股市 甚至现在的美股期货盘跟欧股都还是下跌 我想主要当然第一个反应的是 其实市场本来就预期说联准会这一次呢 其实会维持比较鸽派的一个论调 那上一次会议就6月份的利率点证图 是预估2022年底之前不会升息 那这一次是又再延长了一年 但是大家对于它到底未来这个通膨 平均通膨目标 那甚至适度让通膨可以在2%以上 这个适度到底通膨可以允许到哪里 并没有提供太多的一个细节 这是我想其实市场有部分原因 是有失望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当然还是在于说 其实这一次联准会其实也没有去宣布说 要扩大它的一个购债的一个政策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8月27号 鲍尔主席做这样的一个政策宣示以来 其实我们看到当天像是美国的长短债利差 就是值利率曲线的部分是很明显的一个转抖 因为短债利率反映的是在央行的一个政策利率的部分 但是长债利率反映的是就是经济成长率加上通膨率 那既然联准会希望能够创造一点通膨的话 长债利率自然就会往上走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也会对相关的一个债券 甚至股票市场的评价面也会造成一些评价面的一个压抑效果 所以就整体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们觉得以联准会目前的一个政策态度 基本上就是维持目前的一个宽松 那鲍尔主席在会后记者会其实也有提到说 他们这一次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框架的一个调整 老实说还在一个持续进行的一个阶段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政策的一个改变 那他说没有一个那种类似食谱的一个范本来做一个操作 所以未来联准会基本上会持续观察 像是他们还是担心说整个疫情对于美国的中期经济的一个成长风险 还是带来蛮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基本上联准会就是一个宽松然后鸽派 只是说以目前的一个环境来看的话 可能对市场大部分已经反映的一个状态之下 可能就会比较回归到就是盘面上的一个基本面 或者是个别市场的一个表现 是不是也跟他那个美股昨天的震荡走低 是不是也跟就是四五日大家预期会有大波动有关 会因为这个礼拜五就像刚木华提到的 其实因为今年的三六九 三月份正好就是那时候附近碰到了就是股灾 然后六月份那时候其实通常在四五日的时候 因为是期货选择权这些衍生性商品的一个结算 所以通常这个量会爆的比较大 而且市场波动度会变得很大 所以我想这两天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观望的气氛啦 所以就第三个我觉得很大的原因 也是在于我们看到我们集团 就是富兰克林坦布顿集团 其实最近一直在提到了就是在美国选举的这一块 因为其实过去历史经验来看通常在十一月选举前九月份十月份 美国股市大概平均都是下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算跌幅并不算太重 但是反映的就是市场的不确定性 那这一次跟往年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已经不是太过那么在乎说到底谁会当选 川普会不会连任 但结果会有影响 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这一次是不是会出现就是选举结果没有办法马上出来 可能会从选举日变成选举周 那只要这个不确定性有可能出现的话 就会让市场在整个选举前 希望能够退场观望的一个压力就会比较大 这也是我们觉得在现阶段为什么其实美国股市呢 但第一个观察四五日 如果能够就是这个结算的一个高低点 其实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一个盘面的一个走势 那因为以目前四大指数来看 大致上都跌破了月线 然后可能就是面临到际线 其实距离际线的一个支撑非常的一个近 大概都只有两三个percent的一个空间 非常的一个近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 第一个是观察四五日 然后第二个接下来可能到九十月份 因为选举的一个议题 就会让市场还是会比较观望一些 好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 就是美国昨天公布出来八月的营售销售 也是不如预期的 月增才零点六 预期是一趴嘛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数字非常重要 因为它跟美国的GDP有绝对的相关性 所以说可能多重原因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科技股跌得很凶 像道琼是小涨0.13% 但其他三大指数都下跌 标普跌0.46% 纳指跌了1%多 费半也跌1%多 其中苹果跌了将近3% 微软也跌了将近2% 亚马逊跌2.5% 谷歌跌1.5% 另外脸书跌了3.3% 是跌最多的 另外半导体股票 灰达跌了3.7% MD也跌了2.9% 另外台积电ADR跌了3.2% 所以台积电今天秒贴席 主要原因是因为ADR往下杀 好那这个美国股市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一个逼波的反弹 是不是他真的会呈现ABC三波的修正呢 当然这个 以技术面上看起来 现在目前是一个逼波反弹 但是今天如果 今天如果再收跌的话 搞不好这个逼波反弹会结束 就是有可能就会进入到下一波的一个状况 的确我们认为 如果以美国股市刚提到了 不论就整个时间波的角度 因为像是10月份 除了因为选举的一个 大不确定性会让市场比较观望之外 另外一个当然变数会看到的 就是在10月份也会陆续公布 第三季的一个财报 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美国股市 以目前的一个本益比来看的话 其实是不算便宜 那因为如果大家反应的是 明年的景气会变得很好 那这样的状态之下 如果说在第三季公布财报 以目前预估大概是谭普百大企业 是获利是年比是衰退22个percent 比起第二季衰退31.6个percent 是来的改善的 但是就11大类股全部获利 都是比去年第三季来的衰退 因为去年基期比较高的关系 那如果接下来第三季公布出来之后呢 在接下来展望到明年的一个展望 如果没有那么的一个乐观的话 当然也会让市场觉得说 目前股市的本益比真的太贵了 反而也是会有一些修正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两个因素 包括了就是选举政治面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当然还是在于 评价面反应的基本面的一个部分 是不是太过乐观 都是让美国股市就短线 至少我们觉得在现在到10月份 可能都会出现比较震荡的一个 整理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我们觉得要出现那种 很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倒也不至于啦 因为目前真的资金 还是相当的一个宽松 只要有修正的话 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资金 会开始寻找一些低阶的一个机会 好 那那个抖音的情况 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好 就这个礼拜 确定微软已经出局了嘛 那现在是甲骨文 微软 罗马都已经确定出局 现在应该是Oracle嘛 对对对 那现在是甲骨文就是在还在谈 那因为其实这当中 因为会牵涉到说 它的一个交易案的部分 目前传出来的讯息是两个啦 第一个就是甲骨文 他是可以取得相关的一些资料 就是抖音的相关资料 而并不是只有 就是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合作 那这个部分是让大家 就是比较化解 原本美国的一个资讯安全 或国内安全 这部分的一个疑虑 因为比较怕说 可能让美国人的一些个资 会被就是会被窃取 会被拿走这样子 但是第二个议题还是在于 目前川普总统没有点头的原因 是在于就是抖音 还是希望 就他的一个字节跳动的一个母公司 他希望能够取得多数的股权 这个在川普政府上 是比较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的交易上 佩玲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访问的是 富然柯林投资了资讯协理梁佩玲 佩玲这个看起来川普 可能不会去签甲骨文这个案子 可能这两天 因为现在是在那个 外国投资审议会的审查当中 那因为第一个是 就是刚刚提到的 他希望能够取得 比较多数的一个股权 是具有控制权的部分 那目前的交易案 看起来那个内容是没有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希望在这笔交易当中 有财政部有一些财政收入 对对那目前看起来也没有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议题会 这两个是癥结点啦 不过因为其实 中国在美国就是 后来中国也宣布了 就是有公布技术出口的 一个新规定嘛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美中的 一个科技站的一个角力的一环 那只是说这当中其实 最后我觉得 透过甲骨文的一个合作案 能够把一些数据都留在美国 基本上还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只是说这个孰大孰轻 这部分可能后续 还是真的要看 川普政府这部分 后来是怎么样 再做一个评估的 好 本来是美国时间的礼拜四 川普要签署这项 今天嘛 17号 对啊 但是看起来应该是不会签 好像最晚 一定要20号以前要签 不然的话呢 对 就只是就没有了 就应该就会算破局了 这样子 破局 对对对 那就变成抖音在美国 就没有办法再用 就会在美国消失这样子 好 我们这个持续观察一下吧 这个是大家目前在关注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事情一直变 这个从最早的微软 传出来 后来沃玛说他也要去抢 到最后这个杀出来是甲骨文 对 人家说为什么甲骨文会出现 是甲骨文的老板 他其实跟川普是matchi 是 又有这种传言 好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昨天有请到段老师 来我们节目里面 段老师就 我这个很惊讶 就是说 今年新英市场 债券的基金 普遍表现都不好 这什么原因呢 您讲的应该是比较偏 新兴市场的当地货币债 对对对 因为主要 一年一来的报酬 很多都是付的 对 那第一个当然其实在于 就是因为今年上半年那一段 其实尤其是三到三月份之后 其实那一段的新市场货币跌幅 非常的一个重 那第二个当然在于 后续的一个市场反弹的过程当中 因为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上还是在降息的一个循环 那再加上其实美元 虽然后来有变得比较疲弱美元指数 但是它主要是相对于 先前是相对于欧元 那最近这几天美元即便比较整理 但是是相对于日元比较疲弱 但是对于新兴市场货币来看的话呢 都是相对比较强的 一直大概到最近一个 这一个礼拜才会回到 就是像是人民币引领的亚洲货币的一个强势 所以就整体来看 第一个我觉得是在于整个新市场 第一个其实很多的新兴国家 他们受到疫情的冲击非常的大 就像我看到今天 其实印度的一个数字都还一直在创高 那之前比较严重的像是巴西 或者是墨西哥 巴西这些国家 其实虽然说最近的疫情有比较获得控制 但是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的经济受到疫情的一个冲击影响 其实还是蛮严峻的 那第二个是其实随着这一次 其实他们的一个降息之后 我们看到因为货币的一个贬值 这些国家的通膨数据有开始上来 那可能也降低了 就是未来这些国家 再透过降息来刺激经济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觉得说 像我看到最新像是俄罗斯就提到说 因为他们的通膨上来 所以可能未来三个月就不会再降息 所以在降息循环 可能战告一个段落的一个状态之下 可能就会比较能够期待的是 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财政政策来做一个刺激 因为你知道 其实当政府要发债 做一个财政刺激的时候 其实就会 大家就会担心的是 你的财政状况是不是恶化 债性平等是不是会被调降 或者是债性展望的部分 这些都是不利于新兴市场债市 今年的一个原因 不过我们觉得 既然已经时间点来到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觉得新市场的一个 债市的一个表现 或许已经有机会是从谷底慢慢的一个回稳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刚刚提到了 第一个就是 就整个联准会 未来几年都是在一个零利率的一个环境 那虽然说新市场货币 新市场国家 他们今年也都降息 但是相较于美国来看 至少还是有些微的一个利差的一个空间 第二个就是 其实因为货币已经贬值了很多 虽然有一些通膨 但是也可以有助于刺激它的一个出口 第三个就是 如果以这些新兴国家他们的一个经济已经开始 他们的疫情已经比较获得稳定的话 其实明年的经济展望是有机会渐入加进的 所以我们觉得以目前的一个状况 其实新市场 不论是新市场债 或新市场股票 如果放眼到明年 其实机会反而是会开始陆续的一个出现 这当中大家还是要强调是要精选个别的一个国家 或者是个别的一个持债的一个部分 所以现在目前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他手上的新市场债券基金是亏损的 是要怎么处理 是不要卖吗 就继续先放一下 还是放到明年再说呢 还是怎么样 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要看 如果说您当初买的时候是以领袭为目标的话 我觉得因为既然它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利差优势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的一个续报 那因为其实算说短线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震荡 因为包括刚刚我们提到了 其实美国的一个选举不确定性 投资信心面上可能还是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 不过第二个 其实我们就会放眼到明年 其实新市场的机会 应该跟它的投资价值会开始慢慢的一个浮现 这当中我们倒是建议投资人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也不要在这么低档的时候做一个出场了 反而还是可以做一个续报的一个动作 好 那什么样的新市场债券的基金是现在比较好适合去持有的呢 因为您刚讲新市场债券基金如果说比较明显亏损是本地货币计价 对对对 我们知道新市场债券基金也有很多是美元计价的 其实今年很多的新市场美元债表现是好的 那表现是比当地货币债来的好 但是我们反而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 如果说联准会希望能够创造一点通膨的话 其实整个美债的尤其是长债端的利率会有上扬的压力 以10年债来看目前大概是0.7%左右 虽然说联准会还站在购买公债的这一方 但是因为它会反映的是市场的预期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利率会有缓升 可能大家会接近0.9%到1% 以年底的一个水准来看 那如果说这个殖利率上去的话 对于很多的新兴美元债反而会有一些价格的一个修正 因为目前的利差水准真的非常的一个紧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的价格算是蛮昂贵的 现在很多的信用债价格都算是偏贵 所以我们倒是觉得说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已经手上持有的还是可以续报 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分散一点风险的话 我们建议可以留意像是同样以美元计价 然后也是投资等级 像是有一些伊斯兰债的一个部分 那它可能有一些是波弯国家发行的 那这些市场其实它市场参与者比较少 那它又是投资等级 那比较不会受到这种就是所谓的像南非 这种国家这样的一个利空的一个纷扰 那既然比较少人参与 这部分我们觉得它的一个 再加上它的供给或者是发行量 都是相对比较健康稳定的一个状态之下 反而就有比较有一些稳定的一个表现 好因为台湾人很喜欢买新赏债券的基金 跟那个高收益对不对 高收益我知道根据投资工会统计 不管是境内的或是境内的境内加境外 大概差不多一兆新台币的总额 那今年高收益好像表现也不好 对不对 三月掉下去之后 没有后来回升的速度非常的快 对对对 那当然我觉得很大因素 也是在于联准会的一个支撑 因为联准会包括了降息 然后购债 那也推出了很多信贷机制来支持 不过以高收益债 还是跟新债一样的概念 就是它同样目前的利差水准也并不便宜 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可能投资这两类债券 可能期待就是稳赚利息的一个收益 你要期待它价格可能有在上涨的空间 这个幅度并不太大 对高收益有些基金 它是有回到2月3月那时候的高收益 但它并没有再 没有回到年初的 它有回 就是说那个3月那波跌下来 那个它有把它回复了 但是它并没有涨更多 对不对 对没有 因为主要还是在于很多的高收益债 是比较偏向于循环性 像是能源债的部分 那还是有受到一些suffer 对 好好好 所以听到没有 这个今年买债券基金稍微注意一点 刚刚佩玲有讲 非常谢谢梁佩玲协理 我是阮木华 明天见 拜拜 拜拜